hello 大家好 到现在特朗普他还是拒绝认输 他在他的推特就有一些非常惊人的言论 就说美国计票所用的一些机器可能会被hack 可能被一些骇客入侵还是怎样 他说会把原本属于他的一些票就会转到拜登那边 当然特朗普这一方言论是充满争议性的 可以看到目前共和党我觉得到最后他们或许会证据不足 虽然他们一直宣称这一次大选是充满着舞弊的存在 当然美国的政治如果有不确定性存在的话 其实对于市场也不是太好的消息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投资者 当然也希望美国的政治圈子能够尽快的稳定下来 包括拜登他的接班的这些程序能够一步一步来 然后顺利的一个达标 然后全球新冠肺炎最近是标高了上来 目前全球确诊已经5,665万 7,719人 全球死亡人数135万 6,694人 美国 世界上最多确诊的国家 现在高达1,187万 6,640人 确诊 死亡人数256,311人 马来西亚方面 我们昨天短账了 因为今天又来到一个示威数 OK 昨天暂时的 今天又增加了1,290个人确诊 我们确诊总数 5,680个人 死亡人数多了4个人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其实累计也死了一个326个人 当然全球死亡率最近有标高 一天全球死超过1万人 这是有点可怕的这个数目 一天就死掉了超过1万人全球 当然是有正面的消息 12支疫苗可能非常迅速会推出来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市场方面 今天马股又是回调的一天 KLCI跌了21.07点 所以今天我们的指数又跌破了1,600点 收在1,583.68点 然后今天下降了counter 5,584个 然后上涨了只有465个 今天一些医疗概念股 还是有起的 像Marsing 5.9% Mtash也是涨了5.9% 然后Dnex起了6.8% 他们最近也是要做一个private placement 这个发行新股 然后最近有一支股票啊 非常夸张 就是bibocom okbibocom 今天逆市又起了一个3.2% 当然bibocom 全部久我也是做了一个潜谈 然后股价就一直在往上标 sobibocom 最近当然趁着股价高啊 他的warrant e 也是有人去exercise 一天啊 转换了一个5万股 然后今天另外一家夸张的就是啊 Sarmidon ok Sarmidon其实也是啊 新的公司的 应该也是才啊 挂牌不久 今天竟然啊 起了一个31.3% 所以我本身啊 不停在做一个选股服务啊 James的stock pick 就是啊 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bibocom的报告 上面啊 我会根据啊 价值投资基本面来啊 做一个选股 所以来到今天啊 非常多的啊 bibocom啊 其实回忆充都非常的不错 像啊 Carex今天又起了半分 所以在88.5分的价位 Carex啊 最近做了一个宣布 他们要啊收购哈 就是他旗下啊 原本他们已经有股份了 他们这是要买断哈 他的股份变成自己全资的子公司 就是一间美国的避孕套的公司 叫做Global Protection 他要买他剩下30%的股份 要花一个4226万 我之前啊 bibocom 44.5分 也分了股息1.5分 这啊 一年来也是有102%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4年 Zax啊 JAKS啊 今天也不错啦 NIT是占了半分 啊 所在59分的价位 所真的是要恭喜Zax啊 他昨天出了announcement 他这一次的right issue啊 真的是大获成功 因为他这一次的right issue啊 竟然是oversubscribe哈 非常夸张 好像是oversubscribe接近啊 30%的一个水平哈 OK 所以这跟他在啊 前年呢 就是做了一个啊 right issue Warrant哈 是相差非常大的 因为那时候啊 前年其实对Jax是一个啊 不是太光彩哈 因为他那个时候啊 right issue啊 Warrant是undersubscribe啊 OK 很多人就 OK 那个啊 Jax 那个 or 那时候不是or啊 哈 那时候啊 另外一个 OK 叫做Jax的 你也是可以卖掉的一个rights 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 那个rights啊 到了第五天啊 他的价格已经被人家丢到 好像只剩下半分哈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那时候 很多人都不想去subscribe 他的这个啊 right issue Warrant哈 就把那个right 都给他卖掉 把这一次啊 Jax的or就啊 相反哦 你可以看到 他的or到了第五天啊 closing啊 来到一个啊 新高哈 如果没有错的话 就是很多人都在买进 然后要去啊subscribe他 so恭喜Jax 他这一次啊 筹了一个二点多亿哈 OK 他们之前minimum是两亿啦 把这次他当然超过 因为啊 over subscribe so他的老板啊 当然也非常高兴 因为啊 把他们越南发电站最后一笔的payment啊 总算解决了 so他手上啊 其实还多出一些多余的钱 他可能会去收购啊 越南当地的一间太阳能发电的公司哈 因为从他之前的一些announcement啊 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的啊迹象 所以我就等他宣布了啊 太阳能啊 肯定我觉得Jax的管理层 他是要进军了啦 OK 太阳能啊 发电这一块 so Jax啊 我之前by call是57.5分 他这一次Jax的or 如果你卖完的话 你会拿到50.4分 所以这一年啊 9个多月啊 也是有90%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4年 然后franken啊 今天收在3块3毛半 我之前by call啊 71.5分 他也啊 分了股息5.2分 这啊 两年三个多月 也是有376%的回酬 啊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啊 9年才会有 当然啊 还有其他by call 我这边不说了 so啊 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join一下这个选股服务 啊 每个星期你会收到我的一份by call的报告 我会以啊 啊这个价值投资基本面来做一个选股 这个啊 选股方法当然跟TA技术派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必须要去study这家公司的 他的财务数据啊 包括他的管理层到底能力如何啊 他过完了track record 然后公司的啊 资产负债表目前是不是啊 健康 他的债务能不能够啊 偿还 他的现金流到底顺不顺啊 顾客欠他的钱有没有啊收的回 然后公司有没有一个固定的派息的政策 然后刚刚更重要是这间公司未来中长期 他的啊前景啊 啊有没有机会做到哦前景到底好不好 但我要强调这些by call啊不是短期投机的那一类 我会suggest buy and hold啊两年左右的时间 两年之后如果啊全球经济vshack反弹 今天啊李显龙啊我看到一份啊新闻 他说李显龙认为说啊2022年啊全球的这个啊航空业啊这个旅行业啊他认为在啊后年啊2022年才会啊有所复苏到啊去年的一个水平了 so当然他本身还是看好的 so当然啊对于经济展望啊 尤其是明年2021年啊你会看到连IMF都好 很多机构的forecast都啊非常的乐观啊 当然他们的啊forecast有一个很大的假设的前提 就是明年这个病毒会被啊消灭掉了 ok so我觉得明年是相当可期的一年 因为目前啊已经有12个疫苗到了啊最后阶段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他们将会啊推出来大规模生产跟接种 so我会说两年后这些公司啊赚大钱 ok然后啊规模做到更大的机会啊应该是相当高的 ok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会说啊你赚钱的机会就相当的高 然后啊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so啊非常欢迎你可以啊直接的whatset我 或者email我我的whatset号码的email在下面的descrip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啊pm我都啊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来跟大家聊一聊哦 这家公司啊最近当然股价是有起了上来 然后成交量也非常之大 这家公司啊相对大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啊 就是telecom Malaysia Berhad 就是tm哈ok他的code就是tm啊 so提到tm当然我们从小就看到家里面的电话了 ok我相信马来西亚应该大多数人的家里固定接线的这个电话啊 都是这一家公司tm所营运的 so今天他也是啊逆市标了一个5.2% so在啊4块7的这个价位 你看回啊前年10月份的时候 他的股价只有2块1毛半 非常夸张 因为前年啊年尾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了 那时候熊市啊ok 那时候马股也发生了一场熊市 sotm很夸张 被呢丢到剩下2块1毛半 也意味着这两年多的时间啊 他的股价从2块1毛半标到今天的4块7 也是标了119% 如果你还没有算这个股息进去的话 这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啊这种涨幅其他公司可能花上5年才会有 把它再啊2年多做到了 ok so市值方面 当然他现在已经啊重新回到蓝筹股行列的一个怀抱 ok 他现在啊市值marketcap是高达177亿的一家公司 当然最新业绩啊8月27号 他也是连续啊QOQ两个季度 他的profit都在啊进步当中 然后他这个季度的啊收入啊 revenue其实QOQ也是啊有所增长 那好TM啊这家公司的业务啊 除了刚才说的就是你家里的也好啊 很多商店 他们的fix line的电话啊 其实大多数是这一家啦 ho telecom 然后再来就是啊 最近你不能缺少的一个就是blockband的service ok 光纤啊通讯啊这个blockband的这个啊 internet connection 就是啊 unify了 ok 他现在啊 unify是他的啊 拳头产品 然后他上一代的就是stremix啊 不过stremix啊 我觉得应该很快啦 他就会啊 慢慢的退出这个历史的舞台了 因为啊stremix是上一代的一个啊 科技那时候网速会啊相对就慢了啊 非常多 ok stremix啊 我觉得TM他也是有益啦 要慢慢让这个啊stremix face out 然后让这个unify来啊take over了 就是现在existing you啊stremix的顾客 到时候都会啊 upgrade去unify了 ok 这是他们的一个啊目标 然后当然近年来 他也是venture进去这个啊mobile network了啦 就是啊我们其他的同行 当然有像dg maxis啊 ok 这些啊手机的这些mobile的operator啊 他也是有开始在做了 然后当然他还有做像啊tm1啊tm wholesale啊 这些都是他本身的一个业务 so tm啊 这家传统的蓝筹股 当然政府的啊政府的这个啊 啊政府对啊 当然要去啊support他啊 时不时也是买进他的票 就像啊 kumbulangwang Brasaraan 也是一天买进了264万股啊 这个啊tm这个股票 so tm当然他们最近啊宣布了啊 他们支持政府这个计划 因为其实马来西亚的政府还不错哈 因为啊你可以看到我们马来西亚的政府 也是啊近年来啦 啊都大力在推这个全民要用broadband的这个计划 尤其是之前啊 cmco的时候啊 啊在mco的时候政府也是考虑到很多人可能呆在家里无聊 所以无聊当然你会上网嘛对吗 可能看youtube啊还是啊玩游戏等等 so啊broadband的需求就相当之高了 所以之前那些mobile operator啊 他们都有offer啦 像一天免费一git哈 因为要配合政府这个这个号召 所以政府当然也是有target啦 啊就是到了后年年底 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希望说啊 马来西亚的家庭啊就是至少有750万个家庭 在后年年底的时候他们家里都会装一个啊broadband ok就是unify之类的一个service 因为目前只有495万家家庭 ok家里是有broadband的 把政府希望后年能够去到750万个家庭 so tm当然他要配合政府 就是也是要大力的推行他的unify的这个啊服务 so啊目前啊tm哈 他说他现在公司啊其实在去年啊2019年 他只有440万个家庭是under他的这个啊service ok telecom but他们也是有target啦 就是到了啊后年啊2022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希望啊全马至少有600万的家庭的broadband啊 都是用这个tm的一个服务咯 这是啊他们的一个target 当然啊去年他们也推了一个所谓的三年计划啦 就是pip ok这个啊tm的pip的program啊 就是2019年到明年2021年底 他们叫做啊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rogram 就是这个啊绩效改善的计划 这三年的时间 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 这个program啊就是说他们要大大的砍他们的啊花费啊 他们的行政开销等等 所以他们最终啊就是到明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希望啊一年可以省下6亿的一个开销了 ok这是非常巨大的 他们希望啊相对于2019年之前啊 他们希望到明年年底的时候 一年能够省下一个6亿的成本 so当然一大 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成本的来源啊 就是他的员工非常非常之多了 ok 我相信啊 如果比起他的啊 对他的同行啊 就是DG 我们都知道啊 DG啊 他的这个啊 ROE啊 股本回酬非常之高 因为DG啊 这家公司啊 他我相信员工方面啊 他们应该是啊非常的精打细算啊 ok DG的员工是啊 万不得已 他们才会聘请一个新的员工进来 TM啊 目前有一个问题的啊 就是真的他的员工啊 有点过剩 so他们也是知道咯 因为他目前整个集团啊 大概是两万两千名员工 so他们的目标也是到啊 明年年底的时候啊 希望能够把他的人力啊 精简到剩下一万五千个员工啊 换句话说 ok 如果你是在TM里面做工的话 真的要注意了 因为或许他们真的到了明年年底的时候啊 可能他们还会裁啊 裁员哈 7000人啊 ok so裁员 当然啊 两面哈 被裁掉的员工 当然就啊 比较惨 要去找新的一个啊 啊收入 不过对于股东而言 当然是乐观其成啊 因为裁员的话 会为公司省下很多的现金 ok so他们的目标啊 就是要拆多7000人啊 这TM要来精简化 他们的员工的这个啊 这个期对 好 我们来看这个啊 8月27号的业绩啊 就是second quarter financial20年 so这个季度 当然他的啊 核心的净利润是有进步的 QOQ啊 11% YOY啊 18%啊 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季度 他很多成本都啊 跌了下来 ok 他的成本降低了下来 so他这个季度 赚了一个核心利润 是2.7亿啦 ok 是啊 非常不错的 然后啊 他说了 主要原因哈 就是因为 啊 他这个季度 他的折损啊 depreciation比较低 然后啊 争取到新的顾客的费用啊 有所降低啊 包括他的啊 营销啊 广告哈 marketing 跟他的人力啊 跟之前来比的话 也是有所降低啦 ok 手成本降低 当然就推高了他这个季度的利润表现 然后他这个季度 他的unify的这个部门啊 是有一些正面的一些进展 包括这个季度 他从他的对手 Maxis 因为我们知道啊 Maxis啊 也是有推啦 他们也是有本身的啊 Broadband咯 ok underMaxis的 so啊 两者之间当然是非常激烈的竞争啊 价格战哈 推出的服务速度等等 都是啊 非常在竞争 so这个季度 他是有从Maxis的手上啦 有拿回 有拿了一些顾客过来咯 ok 因为 他在啊 之前financial year 19年4th quarter的时候 他推一个啊 campaign 叫做pay nothing ok 如果你有一直注意啊 这个unify啊 他你都知道他时不时 都有推出他们所谓的啊 promotion 这个配套 ok so他之前pay nothing的这个啊 marketing campaign呢 也是反应是不错的 然后啊 啊他在前个月份 就是9月份的时候 他也launch了一个unify your world 就是他可以bundle啦 就是unify的产品 services啊 你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package 然后会有一个比较优惠的价钱 所相信他这个啊 unify your world的一个啊 反应也是啊 不错的 然后他最新的业绩也是要出炉了 在啊11月5月的时候啊 我觉得是相当可以期待 然后当然啊 他也是从mco之前的封锁啊 慢慢的走了出来 有在恢复当中 因为啊 他们是说在5月中的时候啊 其实他们的sales的activity就开始恢复了 啊大多数公司啦 其实在今年5月中的时候啊 就开始真的恢复了 包括他们的啊sales office啊等等哈 他们的salesman也是开始在外面跑 当然他很重要啊 unify啊 就是他们的installation啊service 因为你新的顾客order了unify 他必须要啊 派他的agent也好啊 还是他自己的technician去外面住家 帮你安装 还是去你的店等等 so他的installation的service 在5月中也是恢复了 ok so整体上啊 可以说5月份开始 他就啊 慢慢的复属了过来 ok tm 所以啊 总的来讲 当然我觉得啊 股价方面两年多 他涨了119% 确实啊 是有走快的一些上来了 那么至于业绩展望而言 我还是啊 像之前哈 啊 我之前做tm的这个分享 我也是说了 这个行业多少都会比较有所竞争 所以业绩短期而言啊 我是有点看淡啊 因为这个行业啊 竞争等真是太激烈了 包括他现在 Broadband啊 有Maxys OK Maxys等等啊 跟他竞争 然后你说摩包方面啊 当然我们知道像DG Cellcom这些啊 都是他的一个对手在那边 所以这个行业我还是觉得短期啦 竞争还是相当的激烈的 当然啊 他现在他是稳定了 OK 业绩方面啊 就算有所回调的话 也不会回调太多 然后当然他这个啊 节约成本的这个initiative 包括财员等等啊 相信啊 过了或许一年多过后 你会看到一些成果 OK 他的成本啊 理论上而言 我觉得成本方面 他还是会啊 持续的降低下来咯 OK 本身的看法 当然啊 说了这样多啊 最后最重要就是四个字 Disclaimer啊 买卖致富 OK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啊 买卖致富 好 今天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啊 最后就给你们觉得 这个视频有有用的资讯啊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入去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啊 受惠 当然最后也要感谢大家 抽出时间这边啊 收看啊 我们再会啊 拜拜